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榴莲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泰国和爱的旅行 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体验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关卡 如何办理过关手续 还有一些美食和酒店的推荐 但是其中一些细节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如果你犯了这个错 你要付出的代价 是非常沉重的 今天我就是要分享一个 非常难忘的经历 也许你也会犯的错 也可能你回到关卡的时候 有一点麻烦 导致你回不了家 因此我特地做了这个视频 给大家作为一个 Lets go 我们以前准备好的 护照和破款 需要时间几个足夸 检查 我一次 护照是否在有效期内 给你一个提示 护照一定要保持 自旅行之日起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如果少过6个月有效期 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季节你入境哦 到达泰国边境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关卡 第一个是马来西亚出境的关卡 第二个是泰国入境的关卡 在马来西亚出境的关卡 需要出示护照 并接受检查 在马来西亚关卡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不用下车做检查 就在车里舒舒服服就行了 不过车的镜子要开起来 因为海关人员 要看看到我们的面孔吗 给你一个提示 海关人员把护照交给我们的时候 只需要抢一下 记得要注意 护照里面要有处境的盖章哦 泰国入境 之前在泰国入境关卡 我们需要填写入境卡 现在不需要了 只需要把护照交给海关人员 然后下车 接受检查 扫描就可以了 提示1 不要排在修理车的后面 因为如果车上有7个人 一个接一个的排队 接受检查扫描 那你要等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提示1 海关人员把护照交还给我们的时候 check一下 要有入境的盖章 还有逗留期 如果海关人员 没有在你的护照里面盖章 你一定要提醒他 不然的话 出境的时候就麻烦了 提示3 开了张之后 不要高时太早 就把车开进 就变了 先把车停在一边 然后 把这张 爆罐单交上去 全个字 才可以开车离开 这表格一定要收好 因为出境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交上去 不然的话 要给罚款哦 罚款高达 一万元泰铢 泰国黑木山餐厅 顺利通过关卡后 我们正式搭上了泰国的主意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就找到了一家餐厅 只用了600块泰铢 就搞定了三个人的晚餐 提示1 点菜时先问好价钱 或者在菜谱里面看一看价钱 以免吃饱后 背喊菜头 泰国黑木山酒店 我们找到了一家酒店 觉得这家酒店还不错 大概用了1150泰铢 除了送你早餐 还有送你一杯米饼 在空中酒吧享用 提示1 要找到又舒服 而且又好价钱的酒店 先到酒店房间看一看 要确定卫生没有问题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提示2 在还没有到酒店之前 先买个电话卡 泰铢200块 可以用一星期 速度非常理想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酒店的WiFi 真的是很慢哦 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起来吃个早餐 起食场晃一晃 买了一些衣服 食品 然后决定到和爱去 Let's go 和爱是个充满活力的小城市 街道两旁都是各种各样的小摊的商店 当地的美食你绝对不要错过哦 海鲜自主餐餐品 走了半个小时的车程 从这个韩代的市中间 终于来到我们的WiFi 在这边很近 好像在那边有蚊子羊 在这边 来到和爱 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里的美食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泰国小吃 今天我发现了一家 非常不错的海鲜自主餐餐厅 Buffet 店里的大鱼 大虾 大肉 和其他的食品 都非常不错 而且一个人头 只需付29块9泰铢哦 真的假的呀 然后 你想吃 到几点 就到几点 时间是从下午2点 到晚上10点 他的背景色是各位的 我看見你去看見你 看見你 我看見你 你每天見你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每天都多有個喜好 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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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过了美食之后 我们找到一家平价非常高的酒店路住 这家酒店不仅价格实惠 服务也非常周到 而且有平车位 房间干净整洁 想要按摩的朋友 你可以在楼下找了一个按摩师 有上门服务 只需要200泰铢 很多朋友问我 用过他们的服务后 是否要给小费 给Dipsy呢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给 但是如果 如果你觉得他的服务很好的话 就一定要给 给他一点鼓励鼓励 第二天我计划继续探索和爱的旅程 早上我就出发到附近购物 好像一般人 我就把车放在一间店铺的前面 当我把车 拍好之后 我注意到店铺一个陌生的男人 一直瞪着我们 我也不以为难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开的是马来西亚车辆吧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餐厅吃早餐 这家餐厅的老板娘 是个泰国华侨 还会跟我们说潮州话和中文的 可以吃这样多东西 有猪狗面 有茶圆两杯 还有这是我们的daping 这是什么 灰条灯 猪肉粉 猪肉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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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去吃吧 我们吃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继续到下一站购物 当我回去拿车的时候 看到一个锁头锁在我前面的轮胎 完了 然后还贴着一张纸 全部写满泰文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糟糕了 Oh my god 是我非法 怕车吧 被罚款了 那是你要如何继续付款呢 到哪里去呢 一大堆问题就在我的脑袋里面排回 不过很快 旁边就走了一个大哥 跟我说 他可以帮我 我问他需要多少钱 他说200泰铢 我觉得这罚款不贵 就一口打印了 这位大哥就只坐旁边的一辆摩托车 然后叫我上车 我大概听得懂他讲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叫我跟他去警察机把这罚款扶清了 当我到了警察机才知道那200块泰铢啊 只是给他的车马费 这非法停车罚款是要给1000泰铢的啊 我的妈呀 如果不给这罚款 这可能回不去马来西亚啦 刚刚身上又没带够钱 怎么办 而且又需要给现金啊 不可以给信用卡 真的是伤脑筋啊 幸好 我硬气好 一到一个年轻人 帮我还了一部分 真的要谢谢这位帅哥哦 经过了这个经验 把车放在酒店里 出门大多多车吧 千万要注意不要胡乱的把车放在路旁 因为你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和爱半路吃午餐 和爱半路吃午餐 这家鸡饭有多年的历史 而且口碑也不错的 两个人的套餐 泰铢240块 而且加买我们的银银哦 吃饱了之后走出这家鸡饭店 你知道我们看到谁吗 看到马来西亚的朋友 一到他 他跟我讲 今天他拿到两张非法西车法单 花了两千块泰铢 我的妈呀 曹泽华 大骂 B&B 经过了这次小踏期 我们准备反身 在泰国出境关卡 和马来西亚入境关卡 我们再次经历了 检查和盖章的过程 幸运的是 一切都很顺利哦 我们顺利的回到马来西亚了 把车辆暂时进出口 报关单 交还回去 最好是拍个照 做记录 因为 下次回来的时候 有除为证吗 如果没有交上去 下次要付亿万泰铢哦 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们的经历 能给大家一些参考和提醒出门在外 保管好 护照和重要的文件 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 和爱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 不仅没十多 景色也很美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帮助的话 也记得把它发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视频 但如果他没有看到他 就能赞和订阅我们的视频 就不能够赞和订阅他 其实不可能 有继续 要来 不用了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